由大陸温州市所捐赠给南头县的浙江泰顺廊桥 目前建置于积极镇的武昌公旁 为了要使这项非物质遗产能够吸引更多游客 县府准备征设周边景观 并针对清水沟西河内的暗流加以整治 县长林明森在公务处处长陈锡武的陪同之下 亲自到场会刊 并希望顾问公司能够尽速设计 以发挥观光功能 这项由大陸温州市所捐赠的泰顺廊桥 是联合国文教组织所认定的被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而温州市以1比1的建造方式捐赠给南头县 并建置于积极武昌公旁 为了要让这项建设更具观光效益 县长林明森在公务处长陈锡武等人的陪同之下 亲自到场会开 以了解如何增设周边设施 强化观光价值 县长林明森表示 非常难得在台湾能够看到 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因此周边警官也要加以整理 与狼桥相互会应 让这座建筑更具观光价值 今天我请我们公务处水利科 来了解我们南头县 这个吉吉镇 浙江 这个泰顺 温州泰顺 给我们兴建一座狼桥 这个狼桥是非物质文化 大概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非常难得 我们在台湾南头县能够看到一个 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狼桥 所以周边的景观 县长是认为要来都要把它整理 把这个周边的景观都在美化 跟这个狼桥来配合 才能够真正配合我们的景观美丽 观光客才会到这边来观赏 所以今天我带了公务处 还有设计师来实地勘察 相信我们今天大致需要做的一些工程 我们先请顾问公司来做规划 然后把草案做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检讨 哪个地方要怎么样美化 哪个地方要怎么样来布置 让这个狼桥显示它的美丽 显示它历史文化的悠久 对我们的观光发展才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我们武昌公 现在九二一大地震 还有留下一个历史的建物 来给各位来进 后代的来参观 我相信这样能够寸头起来 是非常具有意义 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观光发展 公务处长郑熙武则表示 由于清水沟稀有许多暗流 会影响到整个河床安全 因此建置两个故床工法 保障提防的安全 后续将在周边进行绵化工作 包括两岸光栏计 陶水片绵化廊桥等工程 因为这里有一个泰顺廊桥 客中有一些很轻的暗流 影响到整个溪床的安全 所以我们大概做两座故床工 来保障旁边的提防安全以外 然后为了这样配合整个泰顺廊桥 所以我们旁边的护岸会做美化工作 包含整个会有光朗的设计 还有把原来的泰顺廊桥 我们会有陶瓷片的一个美化的工作 让它整个泰顺廊桥会更完整 自行车桥因为旁边原来本有 自行车桥因为土地上没办法处理 原来打算从河道旁边这一道 但是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泰顺廊桥的美观 所以自行车桥目前散步考虑来施作 县长黎明珍表示 武昌宫本来就是积极尊名景点 现在又有泰顺廊桥的建制 未来县福将委由顾问公司尽速设计 提出对当地最有利的方案 增加泰顺廊桥桌边美化工程 并结合武昌宫宗教义海 也带动了积极观光 让游客来到这 有更多旅游的景点可以游想 记者陈于志及其采访报导